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想了解更多 然后有朋友问我怎样可以领导高级角度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也好 还有很多人想报实战班 他们想预备问我们的日期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公布日期告诉大家 也很快的 因为也要准备一个超级无敌产品箱 箱给大家 实战 可以拿走 没错 没错 一气可食 但也有人订阅我 拍照也好 很有兴趣 但是拍片可以吗 用一个设计来拍片 他就想学用手机拍片 或者拍产品的短片 是的 会 因为其实也有人问我 然后我说我们叫他留意一下 我们以后会有的直播门介绍 其实我们可以多说一些不同类型相片和视频的效果 没错 因为很踊跃他们的发问 所以我们就有今集的节目了 是的 今集 今集说什么呢 在开始之前 如果你刚进来 就赞好和分享我们的连结 赞好我们的粉丝 page 赞好我们的专页 同步我们也是透过Stream Yard 在Facebook和YouTube做直播 今天这个设计的设计会看到 好像很大阵仗 其实在家里也能做到的 基本上很简单 一会听完之后大家就会容易做到 其实空间只有一张桌子 好的 今集我们就讲 怎样用不需要博相机 即使用几部手机 就可以做到一个产品的开箱短片 其中之一开箱 又或者迎合你们不同需要的拍摄 都一样可以的 教学 画画 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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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可以 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展示 就是如何用一 二 三个手机 三个手机 做一个开箱短片 KKU 你平时不用拍开箱短片 我是少的 因为直播也是我自己第一次 上个早拍一次 有时我帮太太拍摄 还有朋友拍摄后问我 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因为她经常只有一个镜头 或者摇来摇去 拍得说到话 拍不到那个产品 最近因为疫情期间 很多人问我 她教学想用几个不同的镜头 因为你用Zoom 其实做不到那些东西 然后她就问我什么方法 我说你留意一下我们的短片介绍 没错 因为很多不同的行业 好像我的朋友教画画 教琴 她很想让学生看到手 按键盘 看到乐谱 又和学生看到老师的样子 这个就是电视台的级数 不是单机拍摄 手机电视台 对 即是有几个镜头 在适当的时间 转回同一个角度 可以放大画给人看 不过不难 因为透过一个软件 我们用Scream 1 之后有时间会更多 用2-3个电话 正常人都有2个电话 对 加上家人那些 可能有4-5个都可以 不奇怪 所以今天我做了一个示范 示范给大家 这盒是什么 这盒是网友送过来的礼物 哇 新鲜热 不知道会不会是炸弹 好 首先我先讲讲原理 今天有朋友可以赞 和分享我们的短片 因为今天教的东西 我想我也很少看过这些教学 开箱教学 讲开箱就有教开箱 对 没错 所以如果你是做YouTuber 非常需要留意这个短片 因为开箱片 是YouTuber 或者做直播 其中一个最热门的题 例如你是摄影师 可能有新的闪灯 新的价餐 大家都想看看这个价餐是如何 特别一点 多一个角度 不需要一个单纯性 对 多一些话题 好 先讲讲原理 我们的大外观 看到我们的灯光很简单 这次也有左右两盏灯 45度 主要是补给KK的面光 和产品清晰 我们也是高一点 因为我们有机会用上一些 TopShot 是 机位方面 我们今天选择了三部手机 我们都用iPhone 没错 一致一点 这部大家看到的 就是Main Cam 便会看到我和KK 主画面 主画面 第二个是这个 就是TopShot 这个就是TopShot 看到很清楚桌面的东西 例如汤田鸡 做什么需要一个电子零件维修 就是TopShot 也挺好的 第三个我们又叫PoV 就是Point of View 就是带在我胸口的手机 就好像模仿我的视角 例如在这里拆尸带 这些都是比较有动感地表达出来的 是的 好像跟观众同一视角的感觉 我们先调一下Main Cam 在左下角大家会看到 同一时间用什么镜头 也会是旁述 当然 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的话 其实不要紧要的 你可以用你的左手去控制 不难控制 不难控制 算了 其实你要哪个镜头 就按那个键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有亲朋戚友 你有你的同事在身边 可以邀请他成为你的控制员 或者是助理偏导 他就成为了 今天邀请了KK 做我们这部片的动演 方便点 可能你之前跟他沟通 你想要什么镜头 或者信任你身边的人 等他去控制 用什么镜头好看的东西 不如事不宜时 我们开始做这个 好 很期待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应该都 应该不会炸烂你的Studio 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就给他一落 准备好就给他一落 同一时间也是 如果你当中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之后会回答你 还有这个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自己也回去试 没有什么比自己实践完 更加入脑 而且当你试试 有些东西不行 为什么会这样不行 你就可以问 问完再试 那就真的学到了 没错 因为看起来很容易 但当你用了 就发觉有些 可能少少你忘记了的东西 对 还有有些意义 为什么不知怎么按 不用担心 最重要的是 我们做到你也做到 好了 开始了 我们首先 一开始通常 我们开始YouTube Facebook Live 都是开一个主题的 是 没错 先说一下 介绍自己 没错 都是打招呼 声音画面没有问题 给他一落 按个小铃铛 如果YouTube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我们也会有一些 我们叫做一些介绍 今天的主题 就是一个开箱文 早前收到网友包得很漂亮的礼物 究竟是什么 大家也都很期待 好了 首先 我给一个 最高的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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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然后有一些很漂亮的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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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银银�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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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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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够开一次 因为戒刀戒完 剩得不漂亮 所以为何TopSlide 这么重要呢 原来那个丝带遮住了 这个叫做 Multi Function Sterilizer 应该是多功能的消毒机 清洁是什么的 可能是消毒我自己 TopSlide 的好处是什么 现在大家看到了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个盒子 而另一样东西就是 TopSlide 也是可以 其实它的好处是什么 前面那部主机器 是让我看到现在拍的什么 所以我就挺好的 有一张多谢卡 母亲舌快乐 虽然我不是母亲 好 然后就 很漂亮 也很漂亮 其实这个是一个香港的图画 一个图画 大约有多大 这个尺寸 通常KK文有多大 看上去不是很大 但我们的手掌 是手掌这么大 也是很大 其实是什么 应该可以放一些东西进去 这样打开 好 好的 有点像是我们 我记得我小时候陪母亲去配眼镜 她也是洗眼镜 但应该不是放一些水 而是按针 看看它可以包些什么 好了 原来这个更加清楚了 它是一个智能手机的消毒器 即是说你把你的iPhone 或者电话 不一定iPhone 放进去 然后关上 当然你要插电 这是一个电键 好 好了 那我们不如给个PoV 大家看看 PoV 的好处就是 首先要扭一下 扭一下 扭一下 你会像自己的角度 这样去看 当然你要最好看一看 身边 KK叫 Pre-Fuel 这样打开 哇 臨场感 不是好很多 你会看到这些位置 应该是可以 这些位置 应该是有灯 是吗 有点子外光的东西 应该是 稍后再来看看 是 它应该在这里 是可以放一些精油 是吗 不知道 试试 会不会爆裂 应该不会 但是 它又 也挺贴心的 就是 跳回TOPSHOT 扭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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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很简单 是 一条线 也是普通的插电线 是否USB-C 是普通的Android头插电线 OK 那就是 没有了 所以简单 易用 其实这件事又不是很重 大大地 是 我们预备尿袋 让大家看看 有尿袋 有 麻烦KK 拿一拿 好 这个时间 拿尿袋的时候 他们的朋友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 下个 只能用手机 都可以做到multicam的效果 我们先跳回主板 好了 又回到汪龙KK的镜头 所以身边的人要知道什么好看 还有张力 如果说了很久都是产品的产品 就要跳回主板镜头 因为始终我们不是做一个声音演绎 我们对镜头的感觉也很重要 同样时间侧边为何要开着电脑 第一就是KK的控制也好一点 第二就是我们做直播时侧边会怎样 留言可以知道什么 KK又会看一看 这样的互动性大好一点 大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配套来说 简单得来都是挺全面的 整个直播系列 好了 进了KK的尿袋 尿袋是否有力推 应该是足够的 应该是足够的 大家都是第一次刷 对吧 正确实证明我们不需要收广告费 我也不知道是这样的 好了 它有两个按钮 先给PoV 这个左边的按钮 应该是香蒸和香油 按钮会有些香味 这个是这样消毒的 真是有声音 真是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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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 这个 掌握一下这个叫PoV的镜头 这样就 是不是打开 是不是变成了 不能打开 怕爆炸 好了 OK 就是说 根据说明指引 对了 就是你的电话放进去 真的有香味 都可以 都闻到一点 就是你这个室内有香味 OK 哦 OK OK 好了 我用了很快的阅读能力 希望没有说错 大约放了手机进去 接着盖起来 接着就按一按 是不是要开回这个标袋 没错 好 放进去10分钟 放10分钟 10分钟 就可以消毒了 是的 我自己觉得在这个新冠肺炎期间 这个就很好 因为以前我都很严重的一刻 我回到家都会拿一瓶瓶瓶瓶 然后抹个电话 先跳个面镜 因为我们说完产品 当然要去到面镜 出去一睡 我都觉得挺好的 因为以前都会 噴一下 然后抹一下电话 但现在都烂了 你都没有抹 其实如果要抹一下 要抹一下 但是我认为电话 根据以前非正式统计 都是其中最骯髒的一个 是的 挺恐怖 还要常常放在面 也挺可怕的 但是这个10分钟之后 就会消毒了 还有它是有一个认证的 即是它在LAP 做过试试 即是说 经过RVHS 经过这些试试 CE FCC 基本上是抗菌 抗菌 证明了是真的使得了抗菌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都会使用 其实除了电话 抗菌的这些都可以 薄薄的东西 我不肯定 你试一下 放些金拌进去 但它会动得到 所以这个是挺好的 香味的 现在我特别 因为刚开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试试 有机会再试 但是挺漂亮的 香港特色的 这些是抗菌的 是抗菌的 你说送给朋友 尤其是欧美的朋友 就是一流 现在口罩就买不到 每天死这么多人 但是我想这是疫情期间的送礼好礼物 多谢这位朋友送给我们的礼物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留言 我估计他送给我 应该是想买的 是的 所以整个设计 KK 你觉得整个设计如何 你现在是第一次使用 是的 如果比较我们 简单是不方便到朋友 当然在我们的影流来说 如果设计相机 就真的不够力 因为它始终有重量 我反而挺欣赏这个架 TOPTOT 是的 TOPTOT TOPTOT是上次的直播 是的 有看过 它始终可以方便 我们不用用人手拿着它 可以控制得到它 可以方便一些 可以用上次的角度 是的 这个我之前也帮 一个做画室的朋友设计 我都说 每个老师反而画一幅 接着加上麦克服 六条声 就是一条片 就可以有一个好的教科 每天都可以画一条 每个小时都画一条 是的 很快 因为现在手机方便 很方便 当然大家要小心 这个TOPTOT 可能要YSET才看到更多 其实还是一个跟他一样 Soul 就是说低下 它转护后不可以太大 因为背景下没有码码 怕太重 要起码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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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可以低一点 可以看到这样 自己调整水平 就可以拍摄桌面的东西 这有什么好东西呢? 这就是所谓的POV架 可以再给一次看看 可以模仿这个视线 我自己喜欢的就是煮饭 在切东西 切葱 或者去到某些 我想看看产品的细节位 镜头 也是不错的 如果不是你平时一个镜头 一个大Y-Shot 那些人看不到那些产品 可以看得仔细一些 我们之前有个同学 他也很好 买了无线麦克服 但只有前面的镜头 就看不到它的卖面的鱼 那些特捨 所以多镜头也是一个好处 其实我们今天用三个镜头 平时那些可以用两个镜头 其实都可以足够 两个都可以 可能它这样用的POV 比起前面的镜头 比例更加适合 所以我自己也要看一看 就是要坐直一点 坐直一点也好 什么都好 而且带着一些傻子 如果你是很有型的人 就无所谓 不要说很噁心 奇怪 但有些人看直播 录完攀音影片 你不会看到这个框 只是看到片 但问题是 如果你多镜头 你现在就看到我戴着这些东西 有点傻瓜 不过你抬着iPhone 便可以 不要抬着奇怪的镜头 所以整个设计就是 今天进来的朋友 我们就说如何不用相机 还是用手机 都能做到多镜头的产品 开箱拍摄 没错 再重复一次 我们有Main Cam 一个iPhone TopShot 一个iPhone TopShot TopShot 还有POV PoV 这个 不是很重的 也不算很硬的 胸口 所以男女也不能锁 就能做到 当然 必须有的就是 一部电脑 PC和Mac机都可以 因为虽然是网上平台 不限制什么平台 可以选择 ABC 三个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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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方便 三个梳线 三个梳线 但是 会比较小 和看得更混乱 因为太多讯息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主持 做Main Cam 还有它的言威也很方便 是 最重要的是 我们找一集 可以再讲Stream 1 言威的功能 但现在也不要吊带 讲讲流程很简单 你开了一个直播房 我们就可以 其实原理就是 这个是一个嘉宾 这个是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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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加上一个房间 开完所有的镜头 或者哪个镜头要 就开哪个镜头 逐个开都可以 有点像做Zoom 谁想它出 就按下去 就可以了 同一时间 可以给六个镜头做直播 六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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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间都出现 一同一时间 在设计上架 有十个镜头 基本上可以有十个镜头 可以轮住出来说话 轮住出来说话 所以也蛮好 我觉得上堂实战班 有个朋友 做Board Game 我觉得很适合它 因为现在玩些狼人 三角色 不同的镜头 要扭出牌 可能你自己的iPhone 在前面摆住 拍摄自己 玩牌的时候 很紧张 现在疫情一齐出不了 玩游戏 可以网上玩游戏 网上玩游戏 网上打牌 就可以了 有可能是拍摄老师的表情 或者对话 琴袍 或者可以拍摄手指 指法 烹饪节目也是 除了要看到人的主持 亦是top shot很重要 尤其是油炸的东西 你不能这样翻 你看炸都很黄 可以立即同一个画面看到 是的 一个top shot 尤其是我都拍过 我都帮Timecast拍过节目 他很多时候都用油炸的东西 明火 还有路都高 一定要用top shot架拍 而且厨师说 炸到金黄色的时候 就拿起来 即刻看到 学拍任的人 真的要看 究竟是金黄到什么颜色 你不能够以后 成品才可以去看 但你们拍摄的时候 像拍电影那样 是補 shot 还是一次过 三四个摄影 一次过都设好 一次过拍摄的好处就是 就是省时间 一会开成 还有補 shot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煮完完素 補完一些切洋葱 这样就会吵架 第一浪费材料 第二未必摘到 即是你舊架洋葱 可能都大小不同 这样 所以最好就是设好机 其实以前我们叫古 舊派 正在师傅的年代 就不会有穿崩东西 全部的机器都避开 看不到 即是你现在的主机器 是没有可能看到我 是的 一定不可能 但现在我想由肥妈 你看到那些节目 我没有批评 只不过是 现在大家接受了 可以看到一些裤子 即是大家看到一些裤子 有些反应 或者直接穿一部机器 也没有什么所谓 这个只能够讲一下文化 或者大家接受了 可能叫个裤子出来 试试狗鸡腿 也可以 以前就是你见少少 不可以 是 可能以前要resort 绝对要 那变成了 以前的灯要收得好 不可以穿的灯 现在的特别弱 是让大家看到一个裤子 基本上我们的灯 完全不能有什么穿崩 脱漏 所以整个文化不同了 在网上 是 因为现在 很多人用了拍这些影片的方法 想想一下 我有个朋友多对 他需要用黑板画东西 即是画板 他那天问我 有什么方法可以这样做 其实绝对可以介绍给他 即是一个镜头拍着黑板 其实所有的艺术工具都可以 例如画什么沙画 以前我看到他们很辛苦 所以整台机 一路掃 然后又投影出大萤幕 其实现在 你还要用这一套 这么简单 也不要说系统 只不过三个电话 加一个电脑 就可以做到这个 因为现在可以多两个电话 拍多不同的镜头 可以同时见到嘉宾 或者见到自己 以及见到制製品 即是不会单的性 只见到一样东西 没错 也有这样说 譬如不要说技术性 我讲了一个清谈节目 我们有三个人 这个可能是Wideshot 就见到三个人 另外还有一个电话 就是假设有个朋友帮忙 谁说话 就是扭下机 扭下台头 其实事情就没有那么悶 但是现在也是在网上 讲到趋势的很多内容 都是内容为先 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 就是針对开箱文 以及針对一个新的技巧 因为市场上 其实少人这样拍的 都是希望开箱文 或者其他都有一些进步的东西 还有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做法可以直接 用来透过视频来做直播 是 直接出街 没错 那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叫一鸡两尾 你拍完直播之后 之后就还可以摆上相机 一档片用 如果以前 譬如我们的年代 真的不要说用不用相机 我就用相机录了 一个图片 两个图片 三个图片 还有那部四个图片 后期制作很长时间 还要剪片 其实你没有一两天 真的很麻烦 对回一些声音 要剪回 现在就是刚才你帮我按 是 如果是我自己再剪的话 我就要看去哪个位置 用哪个镜头会更好 就是重新看一次 做一次 当然如果你很熟 这个脑里面 已经有概念 不知道怎么剪 但是也要花时间 其实有些人做教学 或者一个镜头 自己30分钟 人们会觉得很闷 其实一个人的时候 也可以设置两部相机 一个側面关闭 可以转一下分镜 亦都可以用 未必一定是开箱 不一定是开箱 我们就放弃它 一部机堂 三部机堂 这个就是多角度 你说得对 就是令人没有那么闷 还有被人觉得好像在移动 集中性都会 等于现在你用zoom 大家说半个小时 你都走开 或者关掉它的画面 你觉得它都是说话 有听就可以了 没有画面看 对 它不会在你面前吞劫 噴火 但是如果你是教学类型 你隐喻自己 主持之外 再拍照你的教学 比如今集 我们就再多谢 这个朋友 送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 手提电话这个消毒机 我们非常精美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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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可以消到多少毒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留言 还有记住 上课的实践班 产品摄影的 是会开班的 在柴湾影楼 如果你有很多产品 已经堆住了准备 预备上架的 就是要快 还有我上次有问题 我都看完申请力出称局 每个人都说有三十万 我也不知道能够取得到 但是能够取得到 你也要做的 你也要拍照 就是说政府 不同的人 那个趋势 都是要去鼓励大家转型 应该先预备好些东西 先预备申请 预备好些东西 其实不要紧 你能够取得到 其实你也要做的 是的 问题是你让别人做 只是你自己做而已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技能 学了没有坏 所以也是那样东西 拍产品相片 拍片 然后透过互联网 可能是e-shop 网店 Facebook IG YouTube 去将你的生意 24小时分断 推广出去 对 其实教学也可以 然后非常需要大家 让我们知道 你未来想学些什么 KK 会和我搞产品试证班 接下来很多人会说 产品拍片也好 实体的影片制作班 也想继续上试 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频道 KK 今天我们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有没有东西要补充 大家可以试试掌握一下 玩一玩这个感觉 如果大家不明白 看完影片可以留言 我们可以解答你的小问题 没错 我们的网站是Streamyark.com KK 会在楼下打字给大家 好 说回为什么我们用Streamyark 不使用BeLive BeLive的画质 尽量好像是蒙 很蒙 你说伺服在外国 对 其实这个也是 不过BeLive的人 标准差一点 我说蒙 不太好 他说很清晰 咳通不了 所以我们就剪掉了 有Streamyark 所以我们做了一两个星期 都很稳定 很稳定 画面也很清晰 他没有BeLive 我们叫做没有那么fancy 没有那么多 孤零精怪的东西 但是邀请嘉宾方面 都很顺畅 其实还有一些部分功能 不过我们可以下次再介绍 可以再介绍 基本上通过Streamyark 不需要用相机 因为很多人都问 当然用相机 可能会立体感好一点 漂亮一点 但要加上CheerMine盒 又搏线 又穿下来 又怕不行 普通就未必有那么多东西 所以简单才为主 可能有 但是搏线完 都没有心机再做 那现在就算做到三个相机 跳来跳来跳来 我们再跳一次 好 主镜头 然后跳回TopShot TopShot 哇这个 插分相 接着跳回PoV PoV 在我身上的 我可以拍KK 绝对方便 没错 我们正在使用 3.1 好了 跳回Minecam 只不过是 一个小型 加三个手机 就做到这个 多镜头转门 如果你今天 喜欢这部影片 请点赞和分享 很多谢大家继续支持 期待下星期再见 再见 拜拜